大家好,我是大坑 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 超高分薰衣侦探剧 摩斯探长前传第五案 宝藏 警员摩斯自从上司人班大学教授被害案时 采造枪击 已经在家中学养了四个多月 这次昌玉刚回到警局 就被委派调查一起失踪案 失踪的女性名叫弗利塔耶兰 21岁 于继父生活在牛津的郊区 失联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就在摩斯打算说说调查这些案件的时候 牛津市举办的游行则秀上 英国小姐戴安娜戴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袭击 就在警方调动大批警力为案的时候 游行活动附近的街道 发生了一起坠楼命案 死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由于警力严重不足 牛津警局指的让摩斯暂时停下手上的失踪案 前去调查这起坠楼命案 来到案发现场 摩斯充同事斯德兰奇的口中得知 由于死者的口袋中有24种不同身份的名片 所以目前还无法确认死者的身份 同时根据法医的报告 死者身上有多数重伤 因此目前还无法判断 死者究竟是死于自杀 还是遭受杀害后扔下了楼 之后摩斯查看死者身上的遗物 发现了一张死者早上 在修车厂购买汽车机油的收据 摩斯认为死者如果真的打算自杀 何必要收据呢 所以他更倾向于这是一起踏杀案件 于是摩斯找到了 收据上对应的那家修车厂 并从修车厂的老板口中得知 今早在他这买汽油的 是一位开着林肯轿车 住在旁边汽车旅馆 神患记忆力障碍的黄球恩医生 接着摩斯又根据修车厂老板 对于黄球恩的外貌描述推断 坠楼的死者应该就是黄球恩医生 于是摩斯对黄球恩的客房进行了搜查 发现了一个记事本 上面写着98108 D-Day Friday这三条信息 摩斯认为 既然黄球恩有记忆力障碍 那么即使本上嫉妒的 应该就是黄球恩 为了提醒他自己要做的事情 而留下的信息 可是这三条信息 究竟代表着何种含义呢 这时摩斯突然脑洞打开 想到自己正在调查了一起失踪案 失踪的女性就叫弗里达耶兰 会不会这个Friday指的是弗里达呢 顺着这个思路 摩斯讲起今早那位遭到袭击的英国小姐 名叫戴安娜黛 她的名字也可以简化写作D-Day 那么D-Day 会不会指的就是戴安娜黛呢 为了证实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摩斯主动调查了黄球恩医生 与另外两起案件的关联 却发现 黄球恩医生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那名坠楼死者 其实是在冒用黄球恩医生的身份 如此一来 不仅坠楼案死者的真实身份再次成迷 案件的线索也再次中断了 另外一方面 由于英国小姐被写案犯人的父亲 是警局抚恤孤寡基金会的赞助人巴顿上尉 母亲又是如今议员热门候选人巴顿太太 所以警局高层失忆 将犯人无罪释放 并下令让媒体禁止刊登这则新闻 摩斯的领导人生四哥的督查斯斯迪 对于警局高层受政治官说的影响 无视司法的公正性而感到极度的愤怒与无奈 一旁的警员杰克斯 劝斯哥看开点 毕竟巴顿上尉与苏格兰场的副局长 是网球比赛的搭档 有上达天天的能耐 胳膊捻摸过大腿 没必要为这种事情置气 之后交警在发生坠楼案的街道附近 发现了一辆违规停号超时的零品轿轿 摩斯记得 修车厂的老板曾说过 去楼案的死者就是开着一辆零品轿轿 而这辆车又一直没有人认领 因此摩斯猜测 这很有可能就是死者的车 之后摩斯在轿车中 找到了机动车的行驶证 得知该车的车主名叫科北 是一位私家侦探 于是摩斯前去科北的侦探事务所 却遭到了黑衣人的袭击 摩斯被打晕在地 也不知道在地上昏倒了多久 当摩斯逐渐恢复意识的时候 又有两位壮汉来到了事务所 并将他脑袋里的摩斯 误以为是科北 一顿乱圈打下去 摩斯单薄的身板 自然有些遮压不住 好在科北的秘书即时出现 才让两位壮汉意识到打错了人 匆忙地离开了事务所 之后接到秘书电话 得知摩斯被殴打成脑袋囊的四哥 也赶到了侦探事务所 秘书告诉四哥 之前殴打摩斯的两个人中 块头比较大的人外号老马哥 设为巡察官 他的妻子曾委托科北 搜查老马哥出轨的证据 然而科北却并未将 搜医道的证据交给委托人 而是企图勒索出轨的老马哥 想必此次老马哥前来 也是为了实施报复 秘书表示 科北是位专业侦办 荒野性案件的侦探 但却经常会用勒索的手段 赚取不宜之财 其中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破财免灾 只有几少数的人 会像老马哥这样选择报复 这时松挡阵当中 稍微恢复过来的摩斯告诉四哥 袭击他的黑衣人应该利用其人 摩斯表示 如果科北是位敲诈惯犯的话 那么黑衣人潜入侦探事务所 很有可能也是为了找寻 科北手上握有的 对其不利的证据 之后摩斯根据科北 有其障碍这条线索 结合科北办公室的保险箱旁 挂着一幅伊丽莎白衣式的画像推测 科北很有可能需要利用画像 来提醒自己保险箱的密码 于是摩斯让四哥 输入了伊丽莎白衣式登机的日期 果然打开了密码箱 并在密码箱中找到了很多 婚外勤案件的资料 而其中就由英国小姐 戴安娜呆的经纪人 梅德斯的妻子 委托科北调查 丈夫婚外勤所支付的佣金支票 如此一来 如果梅德斯也被科北敲诈 那么他便也有了 伤害科北的动机 会不会袭击摩斯的黑衣人 就是梅德斯呢 离开侦探事务所 为了替自己最吸重的 布下摩斯出戏 四哥用他的铁拳 狠狠地教训了一番老马哥 并将老马哥 殴打摩斯时 陪带着老虎指夺下 当作礼物 送给他摩斯防身 之后四哥将负伤的摩斯 送回他家 并拿出了一笔小费 回托摩斯的邻居黑妹 帮忙照顾一下摩斯后 才安心地离去 第二天 依旧重伤不下火线的摩斯发现 放在储物柜中 死者的一本黑色的记事本不见了 摩斯认为科北作为侦探 记事本上一定记录了 很多人的秘密 如今被偷 无疑是警局出现了内鬼 可是 科北追逗身亡当天 警局里的警员都被调去 除队执行游行活动的危安任务 所以即便警局存在内鬼 也不可能是谋害科北的凶手 那么 这名内鬼偷走黑色记事本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之后摩斯对由 范夏明亚嫌疑的经纪人 梅德斯展开了问询 梅德斯表示 科北追逗身亡的时候 他应该是陪同戴安娜 参加游行走秀 他的妻子可以为他证明 至于昨天摩斯遇到袭击的时候 他正陪同戴安娜 接受报社媒体的专访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 都可以为他证明 如此一来 拥有完美不在场证明的梅德斯 确实没有犯下命案的可能 对此 斯哥提出了他对于案件的看法 斯哥认为 之前他们在科北的保险箱中 只发现了梅德斯的妻子 委托调查丈夫 红外情的佣金支票 并未发现科北有调查到 梅德斯出轨的证据 因此 梅德斯很有可能 并未受到科北的勒索 就在梅德斯对于案件 一筹莫展的时候 警方在私人的冒眼里 发现了一张当票 于是梅德斯进去当铺 发现科北在当铺里 存放了一组照片的底片 而这也让梅德斯意识到 科北坠楼身亡当天 很有可能打算 与被勒索的人进行交易 但为了包心起见 才将这组底片 存放在当铺里 只是不曾想 凶手动了杀心 将科北杀害 而这组照片 无疑就是科北 用来勒索凶手的 关键证据 于是摩斯写出了照片 并与四哥一同 来到了照片指定的地点 却在那里 发现了一具女尸 而死者正是 之前失踪的 弗里达耶兰 摩斯认为 科北应该是目睹了 凶手杀害弗里达的 全过程 并依此要挟凶手 才会招来杀身之祸 因此 找出弗里达被害的原因 变成了破获 这一系列面案的关键 之后摩斯 前去弗里达的家中 试图找寻一些 有助于判案的线索时 发现了一个上锁的储物盒 摩斯撬开了盒子 发现里面有一张 弗里达作为模特时 所拍摄的艺术照 顺着这条线索 摩斯发现 弗里达竟然曾是 经纪人梅德斯旗下的艺人 对此梅德斯表示 弗里达确实曾在他公司 做过几场秀 但因为表现非常糟糕 公司便忠实了 与弗里达的合作关系 之后摩斯又在 弗里达的储物盒的夹层中 找到了一张 有明显猜进痕迹的 弗里达的生父 二十年前战死沙场的电报 同时还附带了一张 巴顿上尉寄给 弗里达的母亲 表达对于战友阵亡 身表埃斯的信 由于巴顿上尉 与弗里达的生父 曾是战友 摩斯猜测 弗里达会不会与 巴顿上尉有些交集呢 于是摩斯找到了 巴顿上尉 但巴顿上尉却表示 由于他过去的工作 就是专门写一些慰问信 所以对于弗里达的生父 他并没有太多的印象 更没有见过弗里达 接着摩斯又询问 巴顿上尉 坠流命案发生时的行踪 巴顿上尉表示 他能时身为妻子的选举造势 竞选团队的成员 都可以为他证明 虽然对于科北的遇害 巴顿上尉有着完美的 不在场证明 但很快摩斯还是发现了 巴顿上尉 在是否认识弗里达的问题上 说了谎 这天摩斯在此来到 梅德斯的经纪公司 调取弗里达的资料 却发现了一张 过去弗里达在某活动餐会上 与巴顿上尉 含情默默对视的照片 摩斯认为 巴顿上尉 应该与弗里达存在着 暧昧甚至婚外嫌的关系 才会否认与弗里达相识 但是由于之前 摩斯在科北的保险柜中 并没有找到 要求调查巴顿上尉 出轨的委托函 所以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科北与巴顿上尉 存在交集 而且由于弗里达 被抛尸的地点 极其隐蔽 科北绝不可能 无意间撞进凶手抛尸 因此 凶手应该是某位 被科北调查的对象 所以科北才会一路尾锤 碰巧目睹命案 并依此勒索凶手 可是就目前调查到的线索看 与两位死者存在交集的嫌犯 都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也按案件的侦办 陷入了僵局 晚上 摩斯在酒吧遇到了斯特兰奇 心调中摩斯得知 斯特兰奇最近被吸纳加入了一个名叫末日审判的老牌兄弟会 在那里 斯特兰奇见到了很多 位高权重 有钱有势的人 而其中就包括巴顿上尉和门德斯 摩斯想起 科北的那本写着三条线索的记事本上 第一代就有末日审判的意思 于是摩斯又询问了斯特兰奇 他们兄弟会的番号 得知捷案与科北记事本上写的98108一致 如此一来 摩斯也终于想明白了 整个案件的真相 摩斯认为科北在记事本上写的 Friday D-Day 以及98108 其实是在暗示弗里坦的被害 与之家名叫末日审判的兄弟会有关 而科北之所以会有此结论 应该也是科北在跟踪某位 存在户外星嫌疑的对象时 撞见了此人反响民暗的全过程 而同时满足既是科北调查的对象 又是兄弟会成员这两个客观条件的人 就只有经纪人门德斯一人 因此反响这些命案的真凶就是门德斯 可是门德斯在科北坠楼时 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摩斯表示 之前他之所以排除门德斯的犯案嫌疑 主要是因为他与门德斯处于不同的阶级 他总是用自己的立场判断门德斯犯案的可能性 却忽视了门德斯作为上流社会的一员 其实杀人根本不需要他亲自动手 所以既然门德斯杀害科北可以交给他的手下 或者是杀手处理 那么弗里达的被害 门德斯又为何要清理禁围呢 而且单纯就杀害弗里达的动机上看 门德斯并不具备反响民暗的必然因素 这种种矛盾之处 又该如何解释呢 摩斯表示兄弟会本就是为了拉帮结派 相互协作 拱谋利益而存在着组织 所以虽然门德斯没有杀害弗里达的动机 但他却有为了与兄弟会的成员 达成某种利益交换 而杀害弗里达的可能 因此才会为了保障杀人计划的顺利执行 而亲力亲为的实施杀人计划 至于委托门德斯帮忙杀害弗里达的幕后真凶 则是巴顿上位 摩斯表示 之前他从弗里达的储物盒中翻出了一张 有明显裁剪拼接痕迹的弗里达的身负 在死杀场的电报 那时他就怀疑巴顿上位记得南风电报的真实性 因此他的脑海中闪现了一种可能性 会不会弗里达的生父并没有死 而是伪造了假的电报 并冒用真正战死的巴顿上位的身份 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 而最近 因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巴顿上位与亲生女儿弗里达擦出了爱的火花 并在得知弗里达的真实身份后 担心自己假的身份败露 而失去如今的权势与地位 所以才会对弗里达同下杀手 当然这些都是摩斯基于目前得到的线索 所受的推断 为了证明这种推断成立 摩斯联系了国防部 并获得了一份阵亡将士的名单 而巴顿上位20年前阵亡的记录 也证实了摩斯对于案件的推断 于是摩斯对巴顿上位以及门德斯 实施了抓捕 由于巴顿上位已犯下重婚罪 所以自知难逃法律的制裁 索性坦成了罪行 并承认当时在侦探事务所袭击摩斯的人 就是他 而负责执行杀人计划的则是门德斯和他的马赛 对此 门德斯虽然极力地否认罪行 但已为时依晚 在被压上警车的路上 门德斯试图与摩斯做笔交易 只要摩斯能对他网开一面 将所有的罪行推到马赛的身上 他就可以动用兄弟会的关系 帮摩斯谨慎更高的职位 然而摩斯却坚定地拒绝了这笔交易 门德斯警告摩斯 他本可以获得强大的朋友 如今却将这些朋友变成了敌人 他的那些兄弟会的权贵朋友 对此也绝不会晒马甘休 案件虽然告破 但科北的那本黑色机制本 究竟被赫人偷走 依然不得而知 而摩斯在与兄弟会其他梁子之后 又将面临怎样的威胁呢 敬请关注 《摩斯探长前传》系列集说的持续更新 最后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三连支持我一下 下一期将继续为大家解说 《摩斯探长前传》系列的作品 敬请期待